Hello,大家好,就说一下宁角千江水不动道人心 比如说我,我就是一个希望在这方面比较避讳的人 就是不太希望去让别人的心思翻涌这样 就是比如说朋友或者家人相处的时候 我都是希望尽量的给予一个确定的答复 一个确定的预期 这样的时候呢,大家不会多想 不会闹心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说不让大家就是闹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做不到百分之百 因为有的时候你即使是你尽量去做 那可能对方他还是觉得闹心 比如说我出门,那我具体几点到家 或者是说我的航班什么情况 即使我跟家人说了,那他还是会闹心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奶奶,如果我当天晚上到的话 他可能就不睡了 虽然他经常来说可能七八点就睡觉 但如果我的飞机是12点到,被他提前知道了 即使这是一个确定的事情,确定的预警 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他还是闹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不是我们可以就是可做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能做的范围里面,那不让彼此闹心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个人的觉得是,我是一个 我觉得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所以我不会很会照顾就是大家的情绪 这就会导致有的时候我不知道 但是呢,就是别人已经闹心了 嗯,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是在自己知道的时候 去做一点不动道人心的事情 加油